同学们好,上几课我们讲解了JSF的自定义的转换器以及标准的验证器 同时安排了一些课收益让大家在网上查询一下怎么在B上注册我们的转换器 今天我们这节课将继续讲解我们的自定义验证器跟我们的自定义转换器一样 同时我们JSF提供了一个validate接口以及validate exception 同时怎么注册我们的自定义的验证器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通过我们的插曼文件去注册我们的验证器 第二种方式通过我们的Bing去自行负责验证 安排了客户作业,首先阅读我们的代码,然后编写一个小的自定义验证器 要了解我们的自定义验证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JSF提供了我们这个validate的接口 以及我们的validate exception 打开我们的web工程 我们这里新建了一个pkg validator 以及新建了一个java class password validator 这里我们看一下它是在做什么 我们主要这个例子是做登录的一个验证 打开我们的应用服务器 以及通过我们的web curve端去访问我们的web工应用 刷新一下页面 输入密码,比如说我们输入123登录 它会提示我们的字符长度小于6 也就是说我们的密码必须大于6位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passw空格空格d登录我们的 它提示的是密码不能包含空格 这一提示信息是怎么具体怎么实现的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我们的自定义的验证器 首先要实现我们的自定义的验证器 需要实现我们的validator的接口 看一下我们的password的validator这个java类 实现了validator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里面有一个实现的方法 需要我们具体去实现validator的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validator的方法 它的返回只是void 以及它的参数 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face context 第二个参数是我们的uicomponent 第三个是我们的objet 第一个参数代表了我们JSF的运行环境context 这个之前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face context代表我们JSF正在运行的环境 uicomponent是指的我们的 这个对应的页面上的 这个ui主角component 同时看一下我们的object 这个是我们的参数 需要验证的参数 然后看一下抛出了一个异常 validator exception 这就是我们讲的validator exception 当我们一个错误信息需要抛到前台的时候 我们需要抛到这个face message里面 然后把这个信息具体的内容抛到前台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个验证password length 只要我们这里做了一个验证password length小于6位的话 我们会添加一个face message这个对象 到我们的validator exception 看一下我们face message需要的参数 我们需要留一个face message 首先需要传入第一个参数 save error 这个是我们的消息级别 这个以后在我们的消息处理机制里面会具体讲到 它的含义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字符串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错误消息的标题 第三个消息也是一个 第三个参数也是个字符串 这个是我们消息的具体内容 然后我们把这个lue的message对象 抛出去 我们的validator exception需要的一个参数是face message对象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 验证我们的password的传进来 通过一个证则表达式 这个证则表达式的含义是 我们的输入不能包含空格 如果有空格的话 我们也需要抛一个错误的消息 同样我们lue了一个message的对象 然后传入参数 三组参数 第一个是我们的消息级别 第二个是我们的消息的标题 面网不能包含空格 以及我们的消息的具体内容 然后通过抛出我们的validator exception 把我们整个消息抛到前头去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层级 我们怎么注册的 大家看一下我们 首先看一下我们通过xmail怎么注册的 打开我们的web info faceconfig这个工件 这里我们有一个接点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validator这个 跟我们之前讲的自定转换器一样 需要两个节点 第一个是我们的validator id 这个是我们gsp印象用的 它指定的 我们的java类是validator class这个节点配的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层级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层级 注册 然后我们再看 第三个层级 我们的jsp怎么引用的 我们的login.jsp 页面上打开我们的login.jsp 看一下我们的password 这个required2 这是我们上一节课所讲的 我们jsf的标准的验证器 然后我们后面加了一个fvalidator这个标签 然后传了一个validator id 这就是我们faceconfig文件里面配置的id 那我们一个整个流程就是我们前台输入参数 然后我们的jsf会拦截我们的请求 然后在我们的请求之前 首先做validator的验证 通过我们注册的validator方法 验证我们的输入是否符合我们的标准 然后我们来自己看一下 怎么实现冰的自行负责验证 我们接着来看怎么在冰上注册我们的自定义 验证器 首先打开我们的login 里面我们定义了一个方法 facecontext validator 这个三个参数facecontext UI component以及我们传入的验证参数 大家看一下这里我们就不需要实现我们的validator接口了 然后一样的我们验证密码 密码小于6的 然后抛出错误的消息 6一个face message对象 然后三个参数一样的 第一个是我们消息的级别 第二个是消息的标题 第三个是我们消息的具体内容 同时我们抛出这个错误的validator exception 然后我们前台的页面怎么使用 看一下我们的login.jsp 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些改变 然后我们这里不需要这个f表签了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在这里我们可以加一个参数 h inputtext里面加入validator 指向的我们是我们的绑定 我们加挖冰上的验证方法 怎么绑定 然后输入login.jsp 输入login.jsp 输入login.jsp 输入validator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通过bin来绑定我们的自定义 验证方法 验证方法 总结一下 我们自定义验证器 首先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通过我们的实现validator接口 然后抛出我们的validator exception 同时注册我们自定义的验证器 需要在faceconfig当中注册我们的验证器 在我们的jsp页面需要引用这个自定义的validator 通过fvalidator标签来引用 第二种方式是我们bin直接写上validator方法 然后通过我们的jsp页面直接加入validator标签 然后来调用我们的绑定在冰上的validator方法 好 这几个讲到作品 然后课后需要大家阅读我们的代码 以及编写一个小的例子 来验证我们的自定义验证器 希望大家都能够掌握我们的自定义验证器的两种方法 在编写小例子的时候 首先通过我们最基本的方法来编写我们的自定义验证器 然后再通过我们的冰字型负责验证 来实现一个验证器 下节课我将为大家继续讲解JSF的消息处理计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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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